Lun Sang 认识 Roxy Hotel 住了三晚 Hi! Kathy 在Roxy Hotel 住了三晚 今早就 会离开 住另一间酒店 不过我离开之前 做过结论 有什么好处 坏处 有什么观感 首先讲一下房间 有什么观感 这间酒店都够大的 有沙发 有大的商人床 有 可以挂衣衣柜 电视 有水 电制都足够的 认识 我来说 够宽堂 是把书桌 稍微暗一点 可以到处走 多方便 多久一点都不害怕 还有把沙发 给我们坐在那里拍视频 一个小厅 也有家庭的感觉 不错 我放在房间 我会给 8分 为什么不满分呢 书桌 书桌 比较不太方便 扎了一点 还有电视机 放在书桌上 你做东西我不能看电视 我唯有看手机 这个也是缺点 多少分 扣到的分 就是刚才说的两个 第二个早餐 早餐也是很重要的 你先说吧 早餐每天都有主菜会改变 第一天主菜有炒米粉 我最喜欢吃第一天的炒米粉 虽然很简单 有少许肉碎和蛋 但味道不错 其他有黄豆 有香肠 有煎蛋 有煎双蛋 我叫煎双蛋 因为我每天都吃两个 有西瓜 不错 足够 飲品方面 有个青BB 我觉得有些像石榴汁味 但不肯定 奶茶咖啡一定有 早餐来说 我都觉得足够 虽然它不会很夸张 有几十款给你选 老实说 有几十款 可能我都会选择那几款 Alex 那你又怎样 早餐都 我要求不高 吃饱就可以了 不过 假如有个沙律菜 那就为之非常好 因为没有沙律菜 所以我给它 8.5分 因为很丰富 晚上吃得很饱 可以 你呢 我给8分 第一 我也有同感 就是没有沙律菜 第二 就是饮品 不是很适合我 因为咖啡奶茶 我也不想喝这么多 其实我也有喝奶茶 其中一招 但是 我觉得 可能喝了些 是Latte 的Style 那 喝回这些 整壶沖好的茶 觉得茶味又不够 所以我给8分 第三 那个位置 我觉得这里 挺好 很方便 因为一出去了 已经是 那个 白罗路 中间的位置 就是中国的排流 在旁边 就是 一个排流 已经是唐人区 那边有很多食肆 和一条街很漂亮 很多两层很古旧的屋 是很正的 而另一边 也有些景点 今早要走完 就是有一个 古晋城南市的市政厅 那个洁櫃 也挺漂亮 而且外面的风景是很正的 外面也有两个公园可以走 第一个就是 荞州公园 荞州公园 另一个叫 荞州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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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大的 環境挺不错的 有一些 小森林的道路 有两个水池 一个大水池 和小森 不过 荞州公园 从荞州公园 荞州公园 从荞州公园 而出回 发现 荞州公园 那些路全部都在门鎖了 所以又要出马路再走一旁 才可以回到宿佑公园里面 但我又这样想 他可能是故意这样设计 公园是让你做运动散步跑圈的 他就要你在入口出 你确保你走一个圈 才出回去 够了运动 接着有点是吃 吃这个位置真的很棒 走到对面是唐人街 所谓的佛罗鲁岸古街 佛罗鲁岸古街 很多食股 因为在华人区有食股 很多种食股 这里吃东西又便宜 菜式又不错 碟碟都是几元几元 整个午餐 晚餐都差不多二十多元 有汤、饭、四五个菜式 很棒的 我给他9.5分 我给他10分 10分为何会这么足分呢 有时食股好吃又会因为贵 有时食股好吃又便宜 所以我给他10分 还有一点就是交通 交通你当然喜欢走 走到WatsApp Front很近 很小时的 走到老街很近 一分钟就到老街 一分钟就到老街 还有免费巴士路线 103号 酒店左边右边都有一个站 看哪里 一上车便可以周围去 很方便 独自去的车 每隔两小时才一班 你一定要看着Apps 去调教你上车下车的时间 不过也对的 因为你下车之后 譬如去购物馆 都会给你一些时间走 走完之后 你就预免时间下车上车 我记得他有五班车 你现在从早上车 到晚上四五班车 可以去很多地方 你需要自己配合时间 所以交通 很方便 9点五分 原尾就很难 巴士站让他走一点 给人家一些进步空间 我也是给9点五分 OK 大家关心的是价钱 交通价钱 不是 主的价钱 房间和租房价钱 也很便宜 周边都是港元200元左右 我们现在是220元 220元和早餐 有这么大的房间 很棒 早餐也需要钱 如果以香港来的 早餐也需要100元 你房间佔80元 真的很便宜 所以归纳这么多点 我给他8.5分 我都赞成 8.5分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11点半 我们要转一间酒店 另一间酒店是Line Tree Line Tree 就是檸檬树 就是Line Tree 来这里不远 我想走几个字 没理由一间酒店 住两星期这么久 或者十多晚 可以住一处环境 OK 有没有补充 我们说的东西都覆盖了整个旅程 吃喝玩乐 房间 都给大家一个想法 有兴趣就试试住这间 其实都不错 这些价钱 各方面比较 不过要预约 昨晚都去Full House 是的 这两晚都Full House 可能去位置 各方面都 位置好 我们说的这么正 大家都知道 OK 要敷酒店了 拜拜 拜拜